子凌开麦 继续要介绍的就是六堆三百五栋新船客家式的活动 在这里呢 请屏东县客家事务处陈立平处长来介绍 主持人好 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处处长 立平 请立平处长也告诉大家 五栋新船客家式活动举办的时间还有地点 这举办的时间是在我们今年的11月6号 那地点是在屏东县立体育场 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当天可以提早来 那我们正式开演的时间是在早上十点半 请处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客家师的缘起 还有在客家文化代表的意义 其实客家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情跟语毒 也就是说出乡门离这件事情 还有对耕作这件事情 那什么时候师子会出来呢 当然就在节庆的时候 那我想很多族群 他都有所谓的文跟武这件事情 那在客家族群也就是我们收冬之后 收冬系就是岁末 然后进入感恩的季节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把狮子拿出来 把它整理好 那开始舞龙舞狮 为了是什么呢 就是欢度节庆 欢庆我们的丰收 所以这所谓这个武德的部分是在客家的整个生活场域当中 其实它是一个娱乐 那其实这狮子呢 它跟一般的狮子不大一样 一般我们看到广东狮啦 它现在都是非常的璀璨亮丽漂亮对不对 还有跳妆 可是客家是不是 它就是民间自己来练习 怎么在过年节庆的时候出去跟大家做一个共同交流 当然也是一个强生了 所以不过在整个从以前历史到现在呢 我们客家狮在以往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包括狮子的头啦 有可能是用个脸盆去做的 那还有他的宗狮啊 有可能就是周边的一些素材来做 其实就是握有我们的资源的永续 还有循环在利用这部分 所以在勤俭的部分 它变成一个艺术 那我想在这几年 其实我们客户处也推了十五六年的客家诗这个主题 不过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对客家诗这件事情的记忆在哪里 是不是只剩下社团 还有社区或者是学校在推展而已 那六对三百年成绩何时 我们还会碰到这个六对三百年 我们也借由 这个六对三百年 让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 拾回我们客家诗的那个工艺 所以在前年我们已经开始算操作用很精神性的来把我们的那一头老狮子找回来 为何呢 因为在这几年其实因为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 那很多人已经把客家诗只是去买方便性的也就是做好的那一种商品 那对我们来说那他狮子的有趣就是台语有一句话叫做蜜小狼行 就他本身是什么个性做出来的狮子 他做的样子就会像自己这样子 情绪上包括他要怎么去眨眼睛啊 还有他的开口的那个广度 我想这东西本来就存在我们生活艺术当中 所以起人刚化解短弯 所以在去年我们真的找回了这个工艺 怎么去让客家诗这件事情完成 然后大家决定既然是有六堆三百 我们就集结六堆的三百只狮子 这六堆的意涵呢 也就是一起兵有五十 那一起五十的话 我们六堆就是三百 也正好是三百只狮子 所以这一次我们邀约的六堆三百只狮子是集结 高品也就是二乡区 最主要是以屏东为主 然后从我们的宝丽 宝丽是一个客家庄 然后还有铜铺 然后最远到我们的高树 在一百多公里之间呢 我们去邀约 最主要每个人要做自己要去捂的狮子 很感动 因为没有一只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打了开了魔 可是每个人对眼睛啊 那个整个神情是不同的 我想在我们训练当中 做狮子的工作坊当中 我们听到老人家说 我小时候 那我更惊讶的问了婆婆 问了爷爷他们几岁 他们都是八十几岁的人 这些公益并不是只有孩子能做 我想很多人一直在实惠之前的记忆 可是想总是要有个实际的体验 跟场域 让他们去碰触 所以这么一只狮子的情感 其实已经死回八九十年前他们的童趣 那现在的五龙五狮 其实都是变成一个表演性质 那我们希望这个每个社区 每个学校 老幼共学 祖孙的情感可以连结之外 未来他们自己做的狮子 可以继续让他们 身强体健的捂下去 处长您是说在表演的时候 每个人都做一只自己的狮子吗 对 所以每一只狮子并不是购买的 我们是就是把它变成广口狮 它一定的毛指会做出来 不过要去捻啦 八卦表情啦 涂色 可是不能少的就是说 包括我们狮子上面的那个八卦 它的精神核心 而都是大概什么样子 它的牙齿 它的广口 它不可能是小口的 那还有它迥然有神人的眼睛 再则 黄诗跟青诗 它的意思不一样 当然穿的衣服 它所挂的那个袍是不一样的 那青诗叫做武诗 比较威武的 那黄诗就是我们的文诗 可是文诗上面 它的皮毛还可以另外一般的彩色 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文化的认同 对我们六堆走过来 历史那七役的核心 藉由这一次 由公益开始 渐渐的 不管是 相间辟也 或者是我们在海边 因为包括灵园 信园那边 我们都邀来了 我们期待 共同的认同 让六堆 三百 三百只狮子 都能一起来 舞出自己的 所谓的认同 跟那份精神的荣耀 这狮子 它除了就是在年节之外 它最主要要取血避凶 让新的一年 庆丰收之外 让新的一年 有更崭新的一个新的开始 那也顺便让大家 不管是那个年纪 老幼可以一起出来 欢庆我们的过年 当然咯 在以前 他会在 看一脚痴 然后有人在前面舞狮 然后有人在打鼓 所以一头狮子 还包括他大面小面的话 一组人 简单的话 是三个人 那比较完整一点的话 他就大面小面 还有狮子头 还有狮尾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打鼓的人 顺便 打鼓人就顺便要 Q昂包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说 这其实是很亲近的 他并不是一种贩卖 他也不是一种 所谓的交易 他就是让大家说 我们把这喜乐带到你家 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有 所以这驱邪避凶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些 那过了一阵子呢 就是说在训练当中 有些人在所谓的 现在社会 已经变成工商社会 整个结构不大一样的时候 出外的人多 他渐渐的变成一团一团的 那一团一团就变成 在过年的时候 他们会家家户户 去那个到老人 那这部分 其实就会多了一条什么呢 他们可以随时休息的地方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席子 那可是在整个文化意涵上面 跟我们的客厢满相像的就是 我们一直在做迁徙 当然是足水而居 那这个迁徙 那个席子的概念 它会走势方打气盟之外呢 当然有它的一些基本步 那就等于我们要占有那个意识之地 也就是对自己的领域关系 我想象的领域已经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领域 大家那个席子已经变为一个文化遗憾 那最主要 这一次三百只狮子 他当然在我们的切磋 琢磨 还有实惠 还有创作之外 也很多了声音 反正他实惠了他自己小时候的记忆 可是小朋友 他已经开始 把他置入在自己的统许之中 那有一批就是比较固寿派 那时候的记忆是如此 那现在孩子为什么都做得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也有孔雀诗 很多种的 有辩论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在所谓的传统 那是我们的命脉 可是创新是我们的希望 我想站在这两方 两招之下 迎接六堆三百 我们一共六堆 这些阿宋阿宝 也就是老老小小 大家携手 共聚在我们的体育馆 让大家看透我们的客家团结 也请处长跟大家来分享 当初在招募师队 还有排练的一些情形 其实当时在招募的时候 那我们期盼它能永续的 第一已经是会公益了 那就在工作坊当中 找到自己的西医之外 孩子们也懂得客家是怎么做 他们就比较会尊重自己的 自己在创作 那工作坊之后很多学校 本身已经开始在开 未来的延续课程 那在武士这部分呢 因为我们要集结三百 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这段时间是在我们的疫情期间 其实很辛苦 所以辛苦就是说我们不像一般的工作坊 都大家来这边开 我们是一小组一小组去开 那练舞也是一样咯 我们拍了VCR 然后把每一组 自己要对自己的肯定 在网络上开始做一个串联 然后拍了影片 我们以客家诗的几个七帮舞步编了一套舞 那编了一套舞来制我们的前后左右中先锋 这样每一堆不一样的那种自己的个性跟族群团结 当天一起来 total有五十对 这五十对其实每一队都有制作六头的狮子 那这六头狮子total三百只 没有一只是一样的 最主要你看老人家所摇摆出来 说五的狮子 那个柔软度就非常有 就有如人生太极一般 那这样小朋友都不是 他们是可爱跟俏皮 光嘴巴啪啪啪 在敲那个广口诗的时候 那个节奏 那个力度就跟老人家不一样 老人家是有柔软有劲 可是像我们的小朋友 他就是清脆有力 其实我觉得说 你可以有听觉视觉 还有我们对一个整个六对千玺地图 那还有包括狮子 他的特质 在每个社区看得到他的特色 在六对三百 皮隆县政府客家事务处 那代表县长 潘县长 还有我们客家委员会 一起邀约 大家在11月6号 记得哦 是早上十点半正式开业 欢迎大家都来参观 虽然你不能实际进入我们的场域 跟我们一起五狮子 可是以后是大家都有可能的 那我们当天因为还在防疫期间呢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体温 自己的健康 戴口罩 我们会做分流 邀请你们各位贵宾 到我们的看台上 看我们一起舞出我们共有的心中 那三百只的诗 三百只客家诗的精神 谢谢屏东县客家事务处 陈丽萍处长的介绍 谢谢 谢谢你让子玲用节目的方式来陪伴你 欢迎继续关注子玲开麦 对子玲的节目有什么想法或回馈 请留言或私讯脸书子玲开麦 或者加入LINE聊天室 Podcast听起来 还会不定期举办活动哦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